身为海岛国家,钓鱼是台湾人的休闲活动。 当钢子软掉了没有硬度,我们就会去找修钢师傅。 师傅们各个手艺高超,精益求精, 隐墨在乡间暗弄,聚集在铁枝路附近。 店面里暗红色的灯光代表生长不露的技法。 玻璃上的纯字,足以表达拥有四十年纯粹天然手法打造般的修钢技法。 当你走过店家,他们一眼就知道你的需求, 便问你,要不要修钢?修钢。 您看,连这么专业的用词,你都学到了呢。 快留言告诉我,你知道哪些专业修钢的地方。 分享给需要修钢的观众们。 台语喊德鲁 我们下次见。 明镜丹 明镜与点点栏目